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又机关署提供 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李安安居 由于新冠肺炎 也就是武汉肺炎疫情 对经济产业的冲击 已经逐渐显现 联合国国际医疗工组织 在18号提出警示 如果世界各国不采取行动保护工作者 免受到疫情影响 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并且会导致全球2500万人失业 我们如果从近年台湾的失业率 大致维持在4%以下 还有中国到的官方 数据则显示在4%到5%之间 来对应到就业市场的产业 人力需求 又有哪些变化呢 而这一波疫情对企业 征财跟上班族求职 则又会有哪些影响 还有我们展望 两岸对人才培育了接轨 产业发展 又有哪些观察交定 我们在今天访问104 列财招聘 即人才经营事业群 资深副总经理 金立明 我们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靳副总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首先先来关注的面向是 这几年在台湾我们企业人力需求 大概以哪些职缺是比较多的呢 好的那我想就是上班族朋友 一定都非常非常关心自己的职业发展 那104的观察来看 就是这几年来 其实台湾的企业也在转型升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理工科的毕业生 比如说软体的工程师 或是研发的工程师 这些资管 资工 科技毕业的同学跟上班族 基本上在整个职场上是比较有工作机会 那反而看到还是文法上的这些同学 那因为很多的立场性的工作 或行政的工作慢慢会被取代 所以我想这方面的工作机会就会比较少一些 好 那么理工科的这个毕业生呢 他们的工作是会比较多的 所以这样看下来 那有哪些人才是比较抢手的呢 对 我想现在目前就是因为都是软体引导引体 就是现在产业其实早期台湾的厂商 挪到中国大陆区大概都是制造为主 那现在目前因为台湾的相关的成本都高了 所以台商又往东协去挪移 所以整个台湾来讲 因为不管是劳工议事抬头 不管是薪资或土地的成本上涨 那台湾的产业势力上都要转型升级 所以基本上就是跟AI跟大数机跟自动化 或者是跟这个线上商模有关的这些 比较符合趋势发展的这些工作机会都是比较好的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这个这波疫情以前 其实台湾的民生消费产业也很发达 所以民生消费产业也吸纳了很多很多的商班族 但是这一波的疫情因为影响到这些线下的商模 所以我想在疫情前跟疫情后 其实对这方面工作机会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 是 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比较细部来做一些观察 刚才提到说像AI大数据的人才是比较抢手 那么在企业征裁部分他们能够找到人才吗 对 其实我想现在目前因为每一个公司都要去做大数据 每一个公司都会希望去做自动化 跟未来的整个机器人这些相关的这些商模 所以基本上其实产业界找的都是同一批人 包括甚至银行都在做Fintech 所以为什么现在目前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职工 职管 这些背景的或者说他是软体工程师写程式的 那这一批人基本上都是炙手可热 而且你毕业或者说他工作三五年之后薪水就非常高 所以我想这个还是跟工需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还是都提醒这个上班族朋友 就是说还是要看一下整个产业跟职业的趋势 也许对自己本身的这个自我学习跟专业的提升的方向 是比较有帮助的 像AI大数据这些人才 他们可能目前都还有好几个工作可以挑咯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另外再来看这个面向 就是刚才副总你有提到 就是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对像消费市场这个部分 其实相关的职缺或是求财部分 有一些影响了 现在看到企业征裁的意愿 情况是怎么样呢 是没有受到影响吗 还是比较保守的呢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其实影响还蛮大的 虽然在104人力行里面 我们看网络上面的职缺数 其实年对年来比职缺数并没有下降很多 但是事实上整个空市的行号 因为现在目前可能都因为疫情的影响 可能都要异地上班啊 可能要在家上班啊 这些作业其实都会影响到 借底招募的这个意愿跟速度 那再加上说 其实这波疫情对于各行各业啊 当然民生消费 这些餐饮住宿旅游业是冲击非常大 但是对这些高科技产业 其实还是有些复工啊 或者说整个原物料供应验的问题 都是会有一些隐忧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来看 其实求职市场上真的是比较缓和 就是说不再像以前说年后 好像转职潮 大家都比较能够顺利找到工作机会 所以我想这一波确实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因为这一波疫情的影响 而且前景不明 所以我想企业体对用人的意愿上面 确实是比以前来讲 是低的比较多一些 比较去保守观望的态度 要看疫情什么时候会消退 那求职的情况 刚才我们也有触及到 就是说一般来讲 大概领完年终奖金 有人说年后就是转职潮了 一般过去我们观察的情况是这样 那今年可能情况又出现了一些变化了吧 对就是一般来讲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一般来讲就是 大家这个领完年终奖金 就想换个好东家嘛 那但是今年看起来的状况就是 整个的这些企业体在招募人的意愿上 跟整个进度上 比如大家今天要任用一个人 以前可能谈两次 谈三次 一两个月就可以决定 现在看起来 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搭了非常长 那当然我想一方面还是因为 企业体内部还在调整 甚至于公司内部在应应 整个人力的布局 怎么去应应这波疫情的影响 我想这个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再来就是说产业的不明 或者说整个全球 整个国际市场上面 产业的联动性很高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当然都会造成 好像企业体原本的转职上 好像这个应该很热的转职上 反正现在好像是急动的感觉 所以我想对上班族朋友 可能这一波还是要停停看一下 可能再沉淀一下 思考一下 再出发 那也要跟着产业的节奏去布局 大家就稍微定下心来 这个人求是这个情况 或许本来就已经瞄准目标 现在可能还是要再多看看 观察看企业方面 是不是因应这个疫情 做了哪些调整 那么再来做这个求职的准备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 过去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常常会关注 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 这几年从数据观察 已经放缓了 而且进行这个调节构 加上过去这一年多来 美中贸易战 我们所关注的一个面向 就是台湾的人力吸进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呢 有没有减缓的情况 对 其实我想这30年来 就是台湾人才国际化的趋势 是很明显的 那当然台湾的人才 其实是跟着产业来挪移 因为很多的产业 跑到中国大陆区 不管是找产业的第二村 还是他觉得 琢磨在中国大陆广大的内需市场 所以事实上这二三十年来 很多的产业 不管从服务业科技业 都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现在目前台湾人才 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 人才去最多的地方 也是中国大陆 所以这一波来讲的状况 当然会影响到 台湾人才是不是要蓄留中国 那不过整个中国大陆来讲 确实我们的观察也是 即便台湾人才 往中国大陆去的是最多 但是这几年我们看 即便没有这个疫情的影响 其实台湾人才再到中国大陆去工作的比例 也是缓步在下滑 那缓步下滑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是很多的台商已经本土化了 就他大概开始用本地的人才 那就不必用到这么多台湾的人才 那第二个是说 中国大陆本地的人才在崛起 包括他的海归 包括他的整个当地的年轻人 或者说有经验的上班族 也慢慢地都能够独当一面 所以我想也会排挤了台湾人才 到中国大陆去的这个舞台 好 那么这是比较新的趋势 就是中国大陆近年的经济成长 已经放缓 而且进行结构的调整 那么一年多来 美中贸易战 台湾人力吸进 目前是出现那个减缓的情况 这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 首先来关注就是 台湾近年企业人力需求 到底哪些职缺比较多 又哪些人才比较抢手 那从这个新冠肺炎 也就是武患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企业征裁议院 是不是趋于保守 还有求职的情况 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谢谢104 劣财招聘记 人才经营事业群资深 副总经理金利明的解析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要聚焦 这个人才培育 这方面来观察 台湾还有中国大陆 在接轨产业发展方面 那么到底有做出了 哪些调整 有哪些趋势是值得 我们继部的关注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今天的新闻 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安居 我们节目持续访问 104的资深副总经理 金利明 来跟我们谈谈有关 在企业征裁 还有求职的一个情况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 武汉肺炎 爆发之后 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刚才在节目前半阶段 其实我们谈到 就是说这几年 那么台湾的上班族 前往中国大陆来就业 就是西进的情况 我们现在聚焦 这个年龄层 就是比较年轻的 或青壮人口 前往中国大陆就业情况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因为如果我们再去连结 就是这几年 中国大陆的高校 也释出更多的名额 欢迎台湾学生前往就读 那么我是侧面了解 有些家长或是这些年轻朋友 他们就着眼未来 要前往中国大陆就业 这样的市场考量 那么在这个部分的话 不晓得在我们104人力银行这边 有什么样的数据 是反映相关的一些情况 或说副总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对 我想其实主持人讲的部分 其实是跟现在的趋势 是非常非常能够切合的 因为整个台湾来讲 因为现在目前经济发展 还是有一些引诱 再加上说 长期来讲 台湾的工作机会跟薪资 好像也没有办法有效的提升 所以自然就是 很多的年轻朋友本身 是希望能够去拓展国际化的资源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大学生 他可能选择到大陆去念研究所 那甚至有些同学 可能高中毕业了之后 就选择到中国大陆去念书 那再加上说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年轻人 也有些优惠 我想就是形成了一个 比较供应链的关系 那当然就是很多台湾的学生 他可能也会觉得 中国大陆幅源比较大 而且两岸至少同文同种 语言文化都相同 所以他们到了中国大陆去念书的时候 也有可能就是考虑在中国大陆去工作 那我想这个部分都是 一直以来一个趋势 那只是说这一波的这个 新冠疫情 是不是会造成这方面的影响 这个我想都还是有待在观察 那么相关我们就连接到这个人才培育 这个部分 就是从选读台湾的大学 或是中国大陆的高校 我们也提供给在学测成绩出炉了 那么在选田志愿提出个人申请 或许可以做一些参考 我们先看到在台湾 就一步在去年底的时候 已经公布了109学年度大专院校 总量增设调整核定表 那么就是在今年度 全台湾大学预计会新增97个系组 停招59个系组 而且要裁测48个系组 也会调整48个系组 非常的细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像刚才我们提到了 现在的产业发展的趋势 比如说像是资讯创新 数位生活 还有有关资讯 这方面有增设 整体来看的话 副总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在这几个系组 它的增设或裁测 甚至是调整这个部分 对我想现在目前就是 很多的同学们 现在可能要去决定 到底大学要念什么样的系组 那就是当然 教育部有相关的这些配套 跟学校也有相关 调整系组的这些趋势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 第一个当然就是少子化 我想对于台湾的大专院校 是造成很大的打击 所以每个学校为了招生 都是这个挖空心思 其实也都非常非常担心 招不到出国的学生 那当然系组的吸引力 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有一些学校 可能是因为 学校的竞争力不够 那有一些系组 是因为可能他系组分的太细了 或者说他这个系组本身 可能避了业的同学 可能不容易就业 所以我当然就会造成 这些系组的嚣张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基本上整个台湾的趋势 应该都还是会往比较精致 而且就是比较属于AI 大数据 然后线上方法去发展 那传统的制造产业 可能就必须布局到 一些比较具有人口红利的东西 在中国大学去 所以同学在选读系组的时候 当然一方面秩序还是很重要 第二个是说 还是要能够跟趋势 包括AI大数据 或者说这些自动化 或者说线上的一些商业模式 去做结合 我想基本上可能 在未来的发展上 跟在未来的就业上面 应该会比较有竞争力 好 非常谢谢金副总 你的观察跟建议 不过兴趣还是很重要的 虽然AI大数据科技方面 可能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但是如果说对人文方面 社会科学比较有兴趣的话 恐怕也是还是会选择 这个文组这个部分的话 这兴趣还是很重要 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 好 在中国大陆部分 相对我们看到 就在日前也公布了 2019年高效新增科系 那么也看到 他们还是以人工智慧最热门 因为我也比较在前一年 就是2018年的时候 大陆高效新增科系 也看起来就是 人工智慧最热门 当然好像有这个大数据 所以这样子来看 中国大陆的产业发展趋势 这个部分他们是不是 扣紧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 我想中国大陆本身 它在整个产业的 转型增益上面 输出是非常快的 它从原本的传统产业 进到服务产业 那它现在进到 比较高薪的产业 甚至于它要布局一个 智慧化的城市 或是智慧化的 这个经济体系的时候 它是需要非常非常多元的 科技人才 那我想在人工智慧的 这个技术上面 其实中国大陆 也是非常非常领先的 不管是人脸辨识 或者说相关的 整个机器人的产业 应用在线上的商业模式 或者金融上面 或者说在整个科技上面 我想它都还是有一个 比较强大的竞争力 所以我想自然而然 它在整个这样子的 国家的这个政策底下 它就需要很多的人才 那其实这样子的人才 全世界各国 现在目前都是很稀缺的 就是整个统计下来 未来能够做AI 能够做大数据的人才 其实全球来讲是不够的 所以我想各国的政府 包括中国大陆会 省力能够在很多的高校 或很多的教育体系里面 去培养这样的人才 我想是可以看得出 它的这个趋势 那我想这个趋势 那也能够去让 我们的大学院校 或者说我们台湾的学生 可能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这些新科技 未来在整个经济上面 占有的这个一席之地 那当然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有大家的秩序 不管是文法商的同学 或者说你可能有一些 自己未来发展科系的 这个方向 我想这个都是值得肯定的 那只是说 我们如果能够配合 新科技的发展 把自己文法商 或者说大家对人文 对艺术的这些兴趣 能够跟新科技 结合在一起 我想这样子 还是有很大的竞争力 没错 非常谢谢副总您的观察 那么像很多大陆学生 到台湾来就读一些学系 或研究所 发现竟然大众传播 是他们喜欢的 那我想这是 因为我从事这个 新闻传播工作 我们也把这个讯息 让听众朋友能够知道 其实呢 我想志趣还是很重要 当然掌握这个产业发展趋势 对就业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好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其实有的探讨 就是美中贸易战 不过现在大家关心的是 这个新冠肺炎 武汉肺炎疫情 什么时候平息 这是干扰的因素 目前我们还是要 全力来防疫 不过之前大家讨论 中国大陆会不会在 美中贸易战 在美国压力之下 放弃中国制造2025 但是从刚才我们所观察 从一些数据 从中国大陆教育部所 公布的一些 会来新增的热门学习 看来似乎这个是 也是为了我们必须 持续来关注中国制造2025 中国大陆可能还说持续 坚持下去来推动的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104资深副总 金立民 解析近年两岸 产业整理需求 有哪些变化 还有武汉肺炎 疫情对企业征裁 跟上班族求职 又会有哪些影响 还有展望 两岸对人才 培育接轨产业发展 有哪些观察焦点 提供你的解析跟建议 非常谢谢金副总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大家